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CBA总决赛已打完两场 广东南篮以2比0领先新疆南篮 第二场赛后 为何广东主帅杜峰 绊倒新疆球员周一祥一幕 会引起争议呢? 因为他有前科 三年前 广东客场对阵北京的比赛中 当北京对马布里冲向边线救球时 杜峰疑似故意做了一个转身身脚的动作 绊倒了马布里 破坏了他的救球行为 赛后也是引发了巨大争议 那因此就能说明杜峰此次扮人 纯属故意吗? 不能 有两个原因或可力证他的清白 一是周一祥刚出手 站在边线边缘的杜峰就一步了 而且特意远离了边线 显然是想避开对方 而且边线之外也是主帅正常活动的区域 杜峰的行为完全合理 二是 广东有迎球信心 而且当时比赛刚开始没多久 杜峰根本不需要使用这种 可能伤人的小手段败人品 因此 虽然他确实有千科 但半岛终于想这事还真不能怪杜峰 好了 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